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蔡英文8号向台商承诺会努力维持两岸现状并端出三项政策支持台商 不明确承认九二共识的蔡英文究竟如何维持两岸现状 台商们又是否会买账 两岸时事承论员谢南 邱毅 赖月谦为您深入解读 高雄市长陈菊呼吁台湾新当局对陈水扁进行所谓特赦 蔡英文办公室发言人黄崇燕回应称会尊重各界意见 这一来一往是否说明陈水扁得到特赦只是时间问题 两名当年参与调查扁家利用纽约高级公寓洗钱案的美国探员 在媒体上公开还原扁家洗钱手法 并形容这是教科书等级的洗钱手法 这其中又有什么奥妙 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 赖月谦为您全面解析 日本防卫省声称9号凌晨一艘中国护卫舰和三艘俄罗斯军舰 几乎同时出现在钓鱼岛附近海域 日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和抗议 中方回应称中国军舰在本国管辖海域航行合理合法 他国无权说三道四 日本为何对此事如此紧张 印日美海上联合军演明天即将在冲城附近海域展开 此次军演为何被认为是意在牵制中国 时事评论员叶海银有独到分析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欢迎各位收看由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杨阳 首先我们来关注台湾新闻 面对蔡英文当局520上任后半个多月来 两岸关系停滞不前 不少台商忧心忡忡 海协会会长陈德明日前表示 大陆和台湾当局之间的问题 不应该影响台湾企业在大陆的发展 以及两岸人民的交往和企业的合作 但对于蔡英文当局不仅要听其言 更要观其形 8号蔡英文在出席海基会台商端午联一晚宴时 向台商允诺称 他会努力维持两岸现状 并重新打造台湾投资环境 希望台商能回台打拼 陈德明说 大陆已经表示对蔡英文的答卷不满意 除了听其言 更要看蔡英文当局接下来的行动 即便蔡英文口头上承认了九二共识 但是立法机构各个教育文化部门 做的不是这个方向的东西 大陆也不能接受 陈德明表示 大陆和台湾之间的问题 不应该影响台湾企业在大陆的发展 以及两岸人民的交往和企业的合作 他非常希望已经在大陆的台湾企业 带着他们需要转移的产业 跟着一带一路一起走 他强调 一带一路和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是不一样的 从整个市场来看 大陆十三次亿人 所有东盟加起来五亿人 从基础设施产业配套等方面来讲 大陆都很强 我个人认为海协会会长的表态呢 那充分反映了大陆对台政策 同时兼具原则性和灵活性 一方面 针对台湾当局 我们的政策底线是非常清楚的 没有九二共识 就不可能有两岸两会 以及两岸公权力部门的互动 与机制化合作 九二共识是一个不容模糊的必答题 台湾当局不要对此抱有幻想 另一方面呢 大陆对于台湾民间社会 使之持一种所谓的开放态度 我们知道今年两岸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很多台商担忧岛内局势的变化 会影响两岸民间社会的互动往来 那么海协会会长的表态 无疑是给台湾民众吃了一个定心丸 两岸民间的互动往来 不会受台湾当局政党轮替的这种影响 两岸公权力部门互动的中断 也不会将两岸社会影响人和平 甚至是人对抗 相反在我看来呢 未来两岸民间社会 应该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 以对台湾当局形成更大的压力 迫使其回到九二共事的正轨上来 另据TW媒体报道 蔡英文八号出席海基会 台商端午联谊晚宴时 积极拉拢台商 强调新当局一定会成为台商的后盾 并端出三项政策 协助台商转型 回台投资 即配合所谓新南向政策 前进东南亚及印度 所以在这里 我也要向台商招手 请大家回来为台湾一起打拼 我也要在这里特别强调 推动新南向政策和两岸的经贸 都是台商全球布局的一环 彼此并不冲突 蔡英文也强调 两岸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我会自力维持现状 建立具一致性 可持续 而且可预测的两岸关系 这是我对大家的承诺 我会说到做到 海基会代理董事长陈德鑫 也向台商尽心喊话 将调海基会在当局的授权指导下 全力维护两岸和平 将全力推动两岸制度化协商 将全力维持协议执行成果 将全力保障台商权益 尽管如此 在座台商却仍然疑虑重重 希望也能够在九二共识 有能够有更清楚的权势 而此前 前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高孔莲 更公开质疑 蔡英文新当局上任半个多月以来 观光客限缩采购减少 对比之前所说的维持两岸关系 一致性 可预测性 可持续性 没有一向符合 高孔莲指出 从政治格局来看 过去台湾积极维持各方均衡发展 才是最有利台湾的做法 如今蔡英文倾向美日 但大陆呈现关门状态 对台湾未来发展极其不利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清林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杨阳 今天我们在台北演播室 邀请到的是 中文化大学 邱毅教授 教授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实践大学 赖岳谦教授 教授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们看到蔡英文昨天表示说 她要维持现状 建立具有一致性 可持续 可预测的两岸关系 而且说 她说到 做到 可是不提九二共识的蔡英文 到底能不能说到 做到呢 邱教授 蔡英文呢 在昨天面对台商的时候 她提到 她未来的两岸政策 是持续性的 是可以预测的 是稳定的 那至于 她的政策的内涵是什么呢 她提到了三个方向 那我针对这三个方向来讲 蔡英文是说了 那能不能做到呢 三个笃定都做不到 第一个 台湾三万六千平方公里 台湾的经济结构转型 她都无法帮助在台湾的企业去面对了 大陆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你有办法能够帮助在大陆的台商 何况到现在为止 连海机会的人士都定不了 你如何帮助台商解决问题呢 所以第一句话就是说到 但是做不到 第二句话 说要吸引台商回台湾投资 你现在在台湾的企业 一天到晚都要担心 夏季尖峰期 用电尖峰期到了 马上要缺电限电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如何能够让台商能够回台湾来投资呢 在台湾投资的企业都准备要出走了 你还叫这些在大陆的台商 自己来跳火坑 所以也是说到做不到 第三个 他谈的要布局全球 你蔡英文如何布局全球 弄了半天就推一个新来向政策 所以就台商来讲 你蔡英文讲是讲了 三个方向都说了 但是说到是有 但是做到 恐怕就完全没有了 前台湾海气会副董事长高孔联7号就质疑说 蔡英文兴当局上任半个多月来 观光客限缩 采购减少 对比蔡英文所说的这个维持两岸关系 一致性 可预测性 可持续性 究竟符合哪一项呢 对此 赖涛君怎么看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两岸之间是互动的关系 不是单方面的关系 蔡英文从上台以来 你看他在520就职演说的时候 他不谈九二共识 非但不谈九二共识 他在第一个工作 也就是教育部门主管的工作 就把克刚的微调废止了 用行政命令把他废止 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就 让中国大陆对于蔡英文真正的动机 产生了怀疑 那真正的动机也就是说 你是不是在往这个柔性台独 往这个软雕性的台独 这样往这种缓读的方向再走 因为开始保持了一个警惕心 跟你说一套 然后我自己做一套 对 那保持了警惕心了以后 我们就看到了 目前双方的高层的所有的官方 全部都停摆了 张晓月已经承认了 从他上任到现在 没人理他 没人理他 两边之间停摆 好 现在是大陆这边停止跟台湾交流 那怎么可预测 怎么可一次性呢 已经不是一次性了 已经不可预测了 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只是变成 你蔡英文单方的一直不断喊话而已 可是你连基本的九二共识都不肯承认 那你的喊话有什么作用呢 你一直在重复的老调谈 我的是一次性可预测性 然后是这个什么可持续性 但是你没有九二共识 这一切都走不下去了 所以现在让台湾的民众也是觉得 现在未来两岸关系 如果是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蔡英文继续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话 只能是越来越不可预测 这种心里的没有底的感觉是越来越明显 就蔡英文昨天给台商做了很多的承诺 今天甚至有媒体说端出三大盘的牛肉 刚才邱教授也详细的解读了 可是台商似乎是完全不买单 这个三大所谓的牛肉并不是台商所需 邱教授你怎么看 台商其实需要什么 台商基本上是将本求利 在台商里面什么叫本 什么叫利 本呢就是过去八年来两岸制度性协商 所签下来的二十三项的协议 那什么叫做利呢 就是未来被冰冻的福贸 跟谈判已经被割置的货贸 要赶快通过 那为什么台商对于这个本跟利 会有渴望 我先讲本好了 我本不要讲太多 我讲其中一个台商现在最苦恼的 也就是过去二十三项协议里面 通过了一个台商投资保护协定呢 而台商投资保护协议 基本上可以保障台商在大陆 遇到了投资的困难 他们有一个法源的依据 这对台商来说很迫切啊 因为做生意本来就一定会有风险 那现在李蔡英文片面的 就把九二共识给拒绝掉了 那这一来的话 二十三项协议过去已经签订的 他的执行如何呢 他的执行会不会到最后 虎头蛇尾执行不下去呢 所以台商紧张啊 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啊 好那至于利的部分呢 利的部分很简单 我们就服贸跟货贸来说好了 服贸里面本来就每一个台商来说 看到大陆的互联网经济 蓬勃的发展 很多台商告诉我 他很想做互联网物流 可是服贸没有通过啊 服贸没有落实啊 所以台商空有这个能力 他没有办法掌握商机 他当然急请时兰安的急 可是问题是你蔡英文 你不承认九二共识 你不承认这个最关键的打通 任督恶脉的关键 你始终讲空话讲白话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昨天说这个台商的这个座谈会也好 端午联谊会也好 是有史以来最冷的一次 不仅是人数冷啊 这个气氛也是相当的冷 尤其还有一项呢 让台商很不舒服的是 所谓的这个新南向政策啊 是台湾新当局的外事方面标榜的一个重点啊 不过国民党及明代江启臣质询的时候 却发现啊 由前台外事部门主管的黄志芳来主持 刚才介绍也提到了 设于蔡英文办公室之下的 所谓新南向办公室 至今是从来没有开过会 8号台立法机构外事与防务委员会 邀请台当局外事部门 杜委会和科技部门等单位 共同报告所谓新南向政策等规划 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 主任没有找各部位开会 那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幌子是不是 我想因为我想新政府就任 到目前来是九天 很多事情应该还是在规划 可是这已经规划 超过四个月的了 国民党及明代江启臣当场质疑 所谓新南向 是蔡英文选前就一直强调的政策 从她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至今 已经五个月 正式就职也已经半个多月 居然根本还没开过会 而且对所谓新南向政策的具体任务 与联络窗口 各部门也都不清楚 昨天台商回来参加联谊会 最郁闷的一个地方 还是当局不断地向他们推荐 所谓的新南向政策 但是根据媒体的报道 喊了半天 蔡英文自己 又在再三的推荐 强调的所谓的新南向 还成立了一个办公室 但是因为媒体报道了 根本就没有开过会 难道是指纹楼梯响吗 对于新南向的这个政策的 具体任务与联络窗口 各部门都不清楚 我们林恒鲍已经报道了 难道这个就是说说而已的吗 这又是一个让台商会哭笑不得的政策 李登辉实习失败了 陈水扁实习失败了 你蔡英文何德何能 你在南向政策前面加个心 你就会成功吗 你对于东南亚东盟十国的投资环境 你了解多少呢 你知道台商如果真的要到越南 到柬埔寨去到泰国到北边去投资 他可以跟从大陆的一带一路的大战略 到东盟十国去投资 恐怕比你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来说 更加有利 台商会做选择吗 你现在的新南向政策只是一个口号 一个招牌 没有开过会 没有计划 没有内容 没有里面的任何的人事布局 你说你怎么帮助台商 所以很多台商跟我反映 他们要在马上要举行的海峡论坛里面 他们要去做反映 他们希望能够在大陆的海上丝绸之路 因为海上丝绸之路 就是从福州 泉州 厦门 广州 一路进入了东盟十国 然后到印度 到巴基斯坦 所以他们认为如果循着这一个大陆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大战略 推动南向 那反而是比较有利的 比你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具体多了 我们都知道目前在中国大陆的人均已经到八千美元了 八千美元等于是远远高于东盟的国家的国民平均所得了 那因此对于这些劳力密集的这些产业 它势必要移转 所以中国大陆在推一带一路的经济带 这个特别重要就是经济带 这个概念的时候就往这个东盟的国家 国民所得比中国大陆低很多的地方里面 开始辅导他们 那就是一带一路 这个经济带就是工业园区的建构 工业园区产区的建构基础设施跟资金 是中国大陆一支的 中国政府是有计划的引导这些厂商往这边走 好 那我们的问题来了 在大陆投资的台商 如果它是劳力密集的 那它是不是跟 要搭上这个车 它要搭这个车 那你台湾你的新南向政策 难道你能够有这个本事 跟马来西亚或是跟东盟的国家 用中国大陆所合资的这个工业园区 然后你能够谈到比中国大陆更优惠的条件 你如果能够谈到这么优惠的条件 你跟台商说 你回来 我帮你引导过去 那这样子你有说服力 可是他讲的是空话 九分钟没有谈到任何具体的 所以对台商来说 他第一个他没有感觉到有保障 没有清清楚楚 台商没有那么笨 台商是很精明的 他们不会搭配着你蔡英文走这趟路了 另外一方面是台商对于 蔡当局的所谓的新南向不满意 另外现在蔡当局自己 内部行政团队跟他自己 关于很多的失言也好 或者一些政策的推动 有困难 沟通不畅也好 也是一大堆的问题 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林全 日前提出了不排除重启 台湾的第一核电厂 那么引发了蓝银的痛批 绿色发夹弯 欺骗全台湾 对此呢 蔡英文八号只强调说 2025年完成非核家园的目标 从来没有改变 但是新党主席 郁木铭却质疑民进党放着核四最新的建设 不要 却要去启动成年的核一厂浪费经费 他痛批 专家的意见比不过选举考量 这真的就是鬼岛啊 郁木铭表示 当初马英九当局 匆速宣布核四发电厂封存 是因为所谓太阳花学运后 反核团体霸占正常用路人的权益 用民粹手段逼马当局就范 从此政治凌驾法律 经过台立法机构通过的重大建设项目 也能这样说变就变 重大政策从此失去延续性 郁木铭称 现在民进党上台 先说要彻底停电核四 结果电力面临短缺 竟想到重启核一发电厂 简直就是胡搞 这个当局对待重大政策 紧荒腔走反到这种程度 想到什么说什么 台湾交给他们 能不出大乱子吗 他痛批 专家的意见比不过选举考量 这真的就是鬼岛啊 郁木铭认为 核四被瞎折腾这么几番 原本正常建设 没办法一次落城 搞到现在就算重启 安全一律更大 缺电问题又不能解决 这个僵局不就是所有政客 操弄选举造的供业吗 对于核电问题 引发社会争议 蔡英文八号 在民进党中常会上 是左批行政团队 又骂民进党民意代表 说行政团队不懂事先沟通 批评民进党民代 骂自己人骂得太过分 蔡英文还强调说 2025年完成 非核家园的目标从未改变 政策方向已定 就等待行政团队来落实 林玄放着最新的核四不使用 却准备启动这个成年的这个第一核电厂的一个机组来供电 这其中的盘算是什么 邱教授 当然了 我们就技术院来看 其实核四的争议比核一要更大 因为核四在它整个的建设的过程里面 那么有监察院的弹劾 那么有有社会的这些反核团体的反对 再加上政府的犹豫不决 所以核四基本上是渐渐停停 停停渐渐 所以核四里面的问题太多了 太多了 一堆烂账 所以核四之所以马英九最后决定把核四封存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就合一来说 固然它已经是除异了 那现在如果再把核一重新启用 相对于把已被封存的核四 把它给开封使用 就民权的考量 第一个 我把核一 我动核一比动核四 政治上的杀伤力比较低 第二个 它的风险也可能比较小 但是可以解决 马上面对台湾夏季 用电尖峰期可能出现的限电缺电的危机 可是没有想到林权这么一提出来的话 就被在立法院里面的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跟民间跟过去跟民进党的外围组织的反核团体 当然就把林权视为一个罪魁祸首了 所以大家对林权就有各种的批评 就纷纷的勇志 那这一点也让蔡英文非常的生气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有两个神主牌 一个叫台独 一个叫反核 而且还讲了一个很美的名词 非核家园 叫做非核家园 那你林权要重新启用核一 当然有迫切性的需求 跟你无赖的选择 但是你这一来不是抵触了非核家园的实现吗 你不是等于提供了一些题材 让在野党 让国民党来攻击你 现在的蔡英文政府吗 所以林权现在叫做一个头两个大 所以现在林权变得是有点里外不适人 对于核电的问题 蔡英文在民进党的中常会上 是左批行政团队又骂民进党的民意代表 说一个方面是行政团队不懂得 事先跟立法机构去沟通 批评民进党这个民态 骂自己人骂得太过分 说话讲得那么难听干嘛 那还是你怎么解脱蔡英文的态度 第一个就是各打50大阪 然后确认他是老大 他是最高仲裁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就是在打这个 他打行政团队 打行政团队一个大阪的时候 那意思就是说 你以后要多沟通 但是并不表示说 你的决策是错误的 他没有说这个林权的决策错误 他说他的错误是错在没有多沟通 所以你的政策我还是支持的 好那对于这个民进 对立委呢 民进党的立委呢 也打50大阪 那他的话是这样子 你可以骂 但是不要让他骂那么凶 骂太凶 你就等于是给反对党天才火 他并没有说你不可以骂 他说你要骂得有技巧 好可是 总而言之你会发现 蔡英文的讲话里面 他并没有说不要合一哦 他只是提出一个愿景 说不急 这是我们的理想 但是是在2025年 9年以后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台湾媒体的报道说 蔡英文说 不会让人民只能在缺电跟核电当中二选一 他也提出说 这个2025年建成非核家园的目标呢 也完全没有改变过 刚才听两位这么一介绍下来 可是我们也看不出来 他目前已经想到什么办法 他敢这么说 莫非是他真的想到什么 高招了吗 他没有什么高招 蔡英文的处理的方法只有一个 就是要发展替代人员 也就发展所谓的绿能 但是问题是 他的替代人员有办法能够弥补 不用核电的缺口吗 电力缺口吗 他的替代人员无外是三个 第一个叫水力发电 台湾根本没有水力发电的环境 第二个叫做风力发电 第三个叫太阳能发电 那就风力发电跟太阳能发电来说 他面对三大困难 第一个成本太高 第二个你没有办法全年供应 第三个附近会有很多的环保团体 一样会抗争啊 嫌太吵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所谓的替代人员 根本没有办法弥补 所谓的不用核电以后 产生的一个电力的缺口 所以电价就一定会提高 这些方案一定会造成 很严重的民怨 一定会使企业觉得 在台湾投资诸多不变嘛 所以你还要叫台商到台湾来投资 台湾就现实里面 台湾的台商因为电力的问题 他们都想要离开了 这是现在台湾整个经济环境的困局 可是蔡英文在处理这些 所谓经济事务的时候 那他为什么敢还这么说呢 说2025年一定可以做得到 因为2025他已经下台了 他已经下台 我替未来很遥远的未来 我勾画一个梦啊 那至于这个梦能不能实现 那是好久好久以后的事啊 他哪怕连任也是到2024嘛 对吧 所以说呢 他这个想到的高招就是脱白 现在这个反正我给你画一个梦想 然后呢 现在事情该怎么解决到怎么解决 可能八年以后 到2025年 大家早就忘了这个议题了 另外呢 这个有一个事情的 有一个人呢 他一定不能忘记啊 因为他不断不断的在给蔡英文实验 脱不到2025年 这两年可能他是不断的会面临这样的压力 那就是陈水扁 目前仍在保外就医的陈水扁啊 此前是高调前往台北公开的路面了 引发了台湾岛内争议不断 但是民党籍的高雄市长陈菊啊 8号却又旧话重提 说希望新当局在适当的时机 可以对陈水扁进行所谓的特赦 台湾新当局对此态度是比较暧昧的 蔡英文办公室发言人黄崇燕只是回应说 尊重各界的意见 大家很感到讽刺的是啊 台湾媒体今天引用美国媒体报道称 两名当年参与调查贬家 利用纽约高级公寓洗钱案的美国探员 日前向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还原了贬家洗钱的手法 并形容说这是教科书等级的这个洗钱手法 曾参与调查案件的美国官员 是时任美国进出口银行特别调查员的麦考密克 以及美国纽约检查署 洗钱及资产充公部主管莱文 在节目如何众目睽睽藏百万上 还原了当年查案过程 据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当时通知麦考密克 美方应台湾当局要求 调查位于弗吉尼亚州某不动产的石油人 过程中发现在纽约曼哈顿 第28街的高级公寓5B十分可疑 几经调查发现买家都和离岸公司有关 经过自重筹资拨减 犹如俄罗斯娃娃般的调查 麦考密克最终在信托基金文件上 发现一个真正的人名 陈水扁儿子陈志忠 麦考密克透露 他随后曾多次前往中国台湾 与检调单位秘密会面讨论案情 最终证实该纽约高级公寓 正是由陈水扁所获汇款 从台湾流到瑞士后辗转购入 负责处置高级公寓的莱文说 该案洗钱技术及手法断数及全面性 都是教科书等级 高级公寓只是冰山一角 因涉及地方众多 包括中国台湾 美国 英属维京群岛 甚至中国香港瑞士等 美国政府花一年多的时间 及大量人力物理 才完成所有司法程序 或授权冻结公寓 最终 美方在2013年 把高级公寓以150万美元价格拍卖出售 部分款项转交台当局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电视节目 说阿扁海外通过买豪宅洗钱的内幕 已经达到教科书的等级 这个内幕 我想邱教授应该是最清楚了 这其中到底有哪些奥妙 甚至可以写到教科书里面去的 其实我觉得美国的官员夸大其词 他也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 其实我在2006年的年中的时候 就先揭发了 陈水扁在美国洛杉矶 有一兔豪宅 而这个豪宅是挂名在他的女儿 陈姓瑜的名下 我记得我揭发这个东西的时候 宋楚瑜先生还打电话给我 他很高兴的告诉我说 但是又遗憾的说 你怎么不早在2000年的时候 就揭发出来 因为2000年的时候 那时候陈水扁不断的去攻击宋楚瑜 那结果他其实那个时候 他已经在美国洛杉矶 已经有豪宅了 可是还指的别人骂别人 这是一个陈水扁的标准的 一种言行不一的一个模式 那后来我在2006年的12月的时候 那时候就揭发了几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 陈志忠在美国纽约曼哈顿 有个高级的公寓 那第二个呢 又揭发他在维基尼亚州 他有一户豪宅 那另外呢 他在这个洛杉矶的这个大华超市 他拥有大华超市经营的土地 那当时候无德证实 我也被打了满头包 都说我是乌龙爆料 整个后来慢慢的东窗事发 至少刚才所提到的三项 现在都已经真相大白 那陈水扁跟陈志忠当时 是怎么进行所谓的洗钱的模式 他们拿从企业银行金控 勒索到钱以后呢 他们会在台湾设个金库 那有时候连陈水扁的官邸 整个房子里面都是钱 现金 对 然后呢 慢慢的再把这些钱 透过人头 把这些钱送到两个地方 一个是香港 另外一个是新加坡 然后再由香港新加坡 再运到瑞士 然后再由瑞士 辗转透过欧洲 再到美国 这是他的一个方式 其中都是透过所谓的 这个租税天堂 像是这个威京群岛啦 这些所谓的租税天堂 对 然后来进行所谓的这种洗钱的作业 然后由这些境外的公司 然后来去购买这些所谓的不动产 那么这些不动产呢 其实总管理的 总管理人是谁呢 就是陈水扁的宝贝儿子 叫陈志忠 可是很讽刺的是 这么铁证如山 证据确凿的 一个贪污洗钱的人 现在竟然说 他说当时都是被政治迫害 都是被罗资 希望这个蔡英文政府 应该要给陈水扁特赦 要帮他平反 你不觉得是极大的讽刺吗 另外呢 高雄市长陈局表示说 希望这个蔡英文当局啊 在适当的时候 可以对陈水扁进行所谓的特赦 那要是您觉得对蔡当局而言 所谓特赦陈水扁 有没有这个可能 是不是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我觉得这个难度很高 他首先必须要确定 陈水扁所有的案子都已经结案了 如果说以现在 他现在被关的案子来特赦的话 那他其他的案子怎么办呢 因为他现在其他的案子 没办法结案 但是因为陈水扁他申请保外就医 他申请保外就医 所以他就拒绝 他以身体不适的理由 去拒绝出庭应讯 特赦的话 你就不断的要去应讯吗 对 那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应讯的情况下的话 那我们就看到了他很多案子 因为就没办法结案 那蔡英文没办法给他实施特赦 这是第一个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在蔡英文的第一任期内 第一任期这四年内 要给陈水扁特赦的几率是不大的 因为蔡英文一定会考虑到 他的第二任期 而他如果在他的第一任期内 给陈水扁特赦的话 会非常不利于他竞选连任 因为这个南部的票 本来就是蔡英文的票 那他特赦以后 这个蔡英文的票也不会增加 那南部的票也不会增加 但是在台湾有理性的 讲道理的 明是非的 坚持正义的人 还是不少 这些人 他会对蔡英文彻底的失望 特别是年轻人 所以一旦年轻人 对蔡英文彻底失望的时候 那蔡英文本身要连任的 可能性就很低 所以从这个政治的角度 跟司法的角度来看 我认为蔡英文在第一任内 要特赦陈水扁的可能性 是不高的 好 谢谢两位的分析点评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福特远博士 楊阳 好的 谢谢台北远博士 据台湾媒体报道 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 估重量再传弊案 6月8号 台检方特征组指挥 400多名检警 同步搜索 中信金控等58处 约谈包括估重量 还有国保集团负责人 朱国荣在内 总共94人 经征讯后 认定估重量 违反证券交易及银行 相关规定 1亿元新台币交保 而估加及律师团 似乎早有所准备 40分钟内就筹到1亿元现金 海检方初步调查 中信金控在2003年到2007年 以投资海外子公司名义 陆陆续续砸钱 透过层层转汇方式 进到估重量掌控的账户 3亿美元约新台币近百亿元 案件不断连接 检方总共掌握 估重量直接间接涉及四大案 除了挪用近百亿 以及中信银买地盖楼弊案 还有中信人寿涉嫌图立 国保集团数亿元 就连国保集团炒作 龙邦股票内线交易案 疑似都跟估重量有关 对此 中信金发表声明指出 所有作业都依相关规定办理 相信同仁清白 从8号校2点半进特征组 长达12小时的监讯后 检方认定估重量 须以1亿元新台币交保 可财意宣布 估加在短短40分钟后 就将1亿元现金 火速送进特征组 短时间内就筹挫到大可欠金 代表估加早就有所准备 顾重量曾因红火案跟扁案 一度滞留日本 检方调查 2003年他担任中信银董作 也是中信金副董事长 来年捐款扁加2亿元 后来又爆发红火案套利10亿 但红火案至今已经将近8年 520后台特征组又重启调查 外界认为是冷办热炒 但台经管会表示 主要因为去年接获检举 认为这属于重大金融弊案 才会移送给检调侦办 下一节我们将带您关注 日本防卫省声称 一艘中国护卫舰和三艘俄罗斯军舰 8号晚及9号凌晨 先后出现在钓鱼岛附近海域 日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和抗议 中方回应称 中国军舰在本国管辖海域航行 合理合法 他国无权说三道四 日本为何对此事如此紧张 印日美海上联合军演 明天即将在冲绳附近海域展开 此次军演为何被认为是意在牵制中国 时事评论员叶海林有独到分析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杨阳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呢 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号 下面我们进入今日重爆环节 据环球时报援言日本媒体报道 8号中国海警的舰船编队 在钓鱼岛12海里海域巡航遭到日方干扰 9号日本防卫省又通报称 日本海上自卫队招物级驱逐舰赖户物号 在8号晚间发现三艘俄罗斯驱逐舰 驶入黄围雨与赤围雨之间的日中毗邻海域 紧接着在9号凌晨0点50分许 日方又发现一艘中国护卫舰驶入钓鱼岛附近海域 这一发现让日方倍感紧张 报道称 6月8号上午9点左右 三艘中国海警船进入钓鱼岛12海里海域巡航 这是中国海警船编队 2016年第15次在钓鱼岛12海里海域巡航执法 中国海警船在巡航期间遭遇日方干扰和阻挠 共同设称 日本巡逻船发出警告 要求中国海警船驶离相关海域 中方则回应表示 正在中国的管辖海区内执行例行巡航 9号凌晨 日本防卫省对外声称 一艘中国海军护卫舰 当天凌晨驶入钓鱼岛附近海域 从一时间段 三艘俄罗斯军舰也一度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航行 对此 日本防卫省召开了紧急干部会议研究对策 首相官邸的危机管理中心 也设立了情报联络室 收集中俄军舰的相关情报 安倍在凌晨接到报告后 拔出了三点指示 第一 为了预防不测事态的发生 要求各省厅紧密配合 认真应对 第二 与美国等相关国家紧密联系合作 第三 尽全力加强警戒与监视 日本政府怀疑 中俄两国舰队在钓鱼岛附近海域 进行长达数小时的航行 有可能是在进行针对钓鱼岛的联合军事演习 为此 在九号凌晨两点 日本外务省15次官摘目昭龙 紧急召见了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进行了抗议 要求中国军舰立即离开毗邻海域 据中日关系 肖贤士透露 程永华反驳称 中国军舰驶入毗邻区是正当的 中国国防部新闻局九号也回应称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国军舰在本国管辖海域航行 合理合法 他国无权说三道四 对于媒体报道提及的情况 国防部将进一步了解 此外国防部在作词回应时 还幽默地提及顺住端午安康 这份祝福送给中国人也送给日本人 围绕着中国钓鱼岛问题 日方一直以来不仅频频阻挠中方的合法巡航 更是不断拉拢他国为自己壮胆 据环球时报援引英国路透社的报道 印度美国和日本将从6月10号开始 在西太平洋的冲绳附近海域 举行为期八天的海上联合军演 此次演习代号为马拉巴尔 他将集中进行三国反潜战士训练 和防空训练合作 日本将派出其新型日向号直升机航母 参与该演习 他将会执行水下搜寻和防空公事任务 有分析指出 印美日三国企图通过舰队联合行动 牵制中国在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东海一带的活动 相关话题我们来联系 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叶海林先生 美国一家知名智库日前的一份分析报告称 中日的海上警备力量对比出现逆转 对中国有利 引起了日本官方高度的关注 那么你怎么看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 对未来钓鱼岛问题的影响呢 实际上我们要看到 从目前在钓鱼岛的海上执法力量来说 中国正在慢慢的获得优势 这个是不争的事实 而且这种优势一旦形成以后 我们会慢慢拉大和日本的差距 也就是这种中国的优势会越来越大 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说 过去半个多世纪里 在东海的海上执法力量 我们一直都是弱于日本的 所以中国作为一个海上的后发国家 我们的力量在不断的累积 那么而增强 所谓后机勃发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那么日本方面炒作 一方面他要强调 要把中国的这个外交政策抹黑 说中国执行的是扩张性的海洋政策 而另一方面 当然也是被日本国内军工企业 包括这种海上这个执法单位的政府采购 那么做这个宣传上的铺垫 但是我们对于中国来说 我们要关注的是 我们知道钓鱼岛的执法斗争 只是问题的一个表象 那么决定钓鱼岛未来归属的 不会是海间船海警船 而是军舰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真正要检验两国的海上力量对比的 还是我们的海军力量 那么所幸的是 中国的海军力量 即使在东海方向 我们也正在慢慢的缩小和日本的差距 并且近 在这个应该说在某些领域中 我们已经反超了 那么将来我们也会像我们的海警力量一样 拉大和日本的差距 最终形成一个重要的优势 这个趋势我们是要看到的 恰恰是这个趋势 保证了钓鱼岛问题的解决 最终是要朝向对中国有利的方向 那么再有 我们也要冷静的认识到 中国在钓鱼岛方向面临的 并不只是日本 如果是日本 那么无论海警 无论是军舰 中国都可以很快就拥有压老性的优势 但是我们面对的是整个美日同盟 那么面对的是 不只是日本海上自备队 还有美国海军 我想 那么加上美国海军 中国要想获得绝对的力量优势 就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也要冷静的看待 我们的对手不是只有日本一家的 那么我们在使用力量的时候 要讲究方式 技巧和决心的结合 那么最终才能在对我们有利的时机 如果日本敢于犯险 我们能够在这个战场上 决定性的 那么收复钓鱼岛 我想这个问题 我们要有信心 我们要恒心 但同时我们要有耐心 印度总理莫迪 7号起访问美国 受到了明星般的待遇 那么有美国媒体分析称 奥巴马将印度看作 所谓最有能力抗衡中国的国家 印度会乖乖的 按美国人的战略意图 来抗衡中国吗 首先 这句话不是奥巴马政府说的 那么这只是美国的一些 分析人士的言论 奥巴马政府也不会公开的去 跟印度讲 我要跟你合作 是为了让你去抗衡中国 这种话奥巴马说不出口 而且印度也绝对不会 当时就欣然接受 那么至于说美印合作 有没有指向中国的意味 肯定有 但是这不会成为 美印两国公开谈论的 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结盟的 这样的一个促成因素 因为这样 这在外交上是非常不得体的 而且对于印度的 所谓的不结盟政策来说 也是一个伤害 那么印度是不会这样讲的 但心理上恐怕双方在 特别是强力部门 在接近的时候 有针对中国的考量 这也很正常 这是大国现实主义外交的 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 那么至于说奥巴马 至于说印度会不会 成为美国的一个盟国 去抗衡中国 印度是不会这样做的 那么对于印度来讲 在中美之间 保持一个稍微偏向 美国的姿态 对它最有利 那么一方面 不会伤害到中国 那么也不会伤害到 中印关系 可以让印度 在和中国的经贸合作方面 有更多的好处 而另一方面 也可以从美国那 不断的去讨价还价 它如果印度完全倒向美国 那么站到公开反华的立场上 首先来自中国的这种经济利益 包括这个领土问题 那么印度就想都不用再想了 那么但是 一旦它完全倒向美国 那么来自美国的好处 实际上也会锐减 因为对于美国来说 已经到了手的东西 那么再花大力气去追求 就没有必要 所以印度看得很清楚 目前这种游离状态 那么时不时的 向双方都释放一些善意 这是最符合印度的利益的 那么公开站到美国那边 并不符合印度的利益 也不符合印度的外交习惯 印度自独立以来 那么一向是在大国之间 保持这种中立 但是忽左忽右的立场 那么这是印度外交的一个传统 莫迪不可能轻易的就加以放弃 好的 谢谢叶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下一节我们将带您关注 今天是端午佳节 我们为您细数东亚三国 中日韩过节有什么不同的风险 在因大嘴言论 使自己陷入种族歧视争议之后 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人 唐纳德特朗普决定出面原场 态度转为谨慎 只是选民会买账吗 一段广告之后 为您带来详细一楼 欢迎各位回到 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杨阳 想了解更多更丰富的脸颜资讯呢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号 接下来进入热点快评环节 我们来关注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5月初端午节 中国人的习俗啊 是吃粽子赛龙粥寄屈圆 与中国人不同 韩国人在这一天不吃粽子 而是制作散发着 爱草和糯米香味的爱糕 作为端午节的传统食品 韩国人也不在龙舟 而是用昌浦水来洗头求吉利 至于祭祀对象 韩国人以祭祀大观岭山神 为代表的诸多神灵为主 而非中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圆 与中韩不同的是 日本的端午节 则是每年阳历的5月5号 日本人过端午也吃粽子 但形状比中国粽子细长且尖 与韩国类似 日本在端午节期间 对昌浦的使用较多 一些地区呢 把昌浦和爱好插在屋檐上 或放在房顶上 有些地区喝昌浦酒 用昌浦水来沐浴 此外啊 日本人还会在端午节挂鲤鱼旗 2005年 韩国成功将端午节 申请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当时呢 是引发中韩民间社会很大的争议 尽管如此 韩国在保护非遗项目方面 积累的经验 值得我们借鉴 中国各种民族文化分成 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宝库 如何把传统的文化活动 注入现代元素 使之成功转型 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2009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审议 并批准中国端午节 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也一直在努力 好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美国 据新华社9号消息 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人 唐纳德特朗普5号 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念向全国电视节目专访时 就自己所创特朗普大学 涉嫌欺诈案发表大嘴言论 称法官库列尔可能因自身 墨西哥裔的身份 而在审理中持有偏见 这份言论不仅招来 对手民主党人的围攻 也在共和党内部引发批评 7号 特朗普出面打圆场 表示不再拿审案 法官库列尔的少数族裔身份说事 称先前言论遭到误解 被视为是针对墨西哥裔群体的攻击 实际上 他并不认为一个人 仅仅因为族裔因素 就无法公正处事 特朗普最近确实变得谨慎了 那么外界猜测 是不是竞选总统的成功概率变高了 所以在调整自己的竞选策略 包括言行风格 不过大嘴特朗普过去 给人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 想马上说变就变 也没有那么容易 后续如何还是值得观察 好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 据新华社9号报道 在伊拉克政府军攻势下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面临失掉重镇费鲁节的可能 伊斯兰国利用城内和周边居民陷入缺粮困境 趁机用粮食为诱饵 招兵买马 据报道 费鲁节一袋50公斤面粉 售价为50万地纳尔 约合428美元 几乎是伊拉克人平均月工资的一半 而伊拉克政府从一年前就已经停止了 向生活在费鲁节等伊斯兰国控制地区的政府雇员发想 以防伊斯兰国把这些工资结为己有 自2014年以来 这座位于首都巴格达以西65公里的重镇费鲁节 已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控制长达两年之久 伊拉克政府今年5月30号宣布 经过一周战斗 政府军已经控制费鲁节周边地区 开始总攻市区 看来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困兽游斗 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 包括还有消息说 伊斯兰国正威胁摧毁埃及金字塔 看来真的是走到了穷途末路 几近疯狂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感谢月花不锈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想了解更多共封锁的两岸资讯呢 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 带您直接信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杨阳 我们明天再会 第三个 sau 第二个 就是 柔和 他是个这 饺子的 有一片 一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